大家好 我是Waiu 欢迎来到X调查 一位妇女在家中与家人一起熟睡 期间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响声吵醒 她睁开眼睛后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 只见眼前竟然有一名闯入家中的陌生男子 女子害怕的大声尖叫了起来 那位男子知道自己被发现 随后立即夺门而出 此案的发声推动了日本司法改革 男子是谁 他为何要闯入别人家中呢 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青森县 它位于日本本州岛北部三面环海 是日本的农业大县 苹果大蒜等农作物的产量居日本第一 在青森县西部的洪田市 是青森县的第三大城市 也是日本三大赏鹰圣地之首 被称为樱花和苹果之城 每当樱花盛开时 数以万计的游客会慕名来到这里观光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松永林子 这年三十岁是一名家庭主妇 丈夫松永滕雄这年三十八岁 是洪前医学大学的教授 同时也是一名医生 夫妻俩予有一儿一女 女儿松永惠子这年四岁 一家人居住在洪前市 在府丁的一栋住宅里 这张是他们家的部分示意图 卧室在一楼 这里是门廊的位置 附近有个窗户 由于夏季炎热 晚上睡觉的时候 通常会打开这扇窗户 房间内共铺放了八张榻榻米 榻榻米上挂着一个蚊帐 晚上的时候 一家四口人会在入睡前 点两根蜡烛用来照明 这年八月 松永滕雄因工作原因 需要前往青森市出差 他带着儿子一同前往 准备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 家中只剩下了妻子松永林子 和女儿松永惠子 松永林子有时需要外出 女儿一人在家无人照看 所以他临时把59岁的母亲 接到了家中帮忙照看孩子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却降临到了林子的身上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1949年的8月6日 1949年的8月6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当晚天气凉爽 窗外的蚕鸣声刺鸡笔伏 晚上十点位于洪前市 在府丁的一处住宅里 松永林子将两根蜡烛点燃 放在了卧室的榻榻米旁 微弱的烛光在一旁闪烁着 三人躺了下去准备入睡 随着夜深人静 他们渐渐进入了梦乡 时间来到了晚上11点 松永林子的母亲 被一阵响声吵醒 她下意识地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在昏暗的烛光下 只见一枚身穿白色衬衫的男子 正鬼鬼祟祟的 在旁边的蚊帐里爬行 该男子背对着她 所以看不清面容 母亲害怕极了 她大声地尖叫了起来 那位男子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惊慌失措的她 朝着卧室的房门跑出去 随后逃之遥遥 男子离开后 母亲才渐渐缓过神来 她赶紧查看女儿和孙女的情况 结果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女儿松永林子 躺在榻榻米上一动不动 脖子上有一道刀伤 见此情形 母亲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揭报后随即赶到了现场 松永家位于在府丁的一处住宅内 附近坐落着一些古老的武士住宅 而松永家的房屋 也是一栋历史悠久的房子 整栋房屋有两个出入口 四周围着一圈篱笆 房屋一侧有一块空地 与房屋之间隔着一条马路 在一楼卧室里 受害者松永林子 身穿睡衣躺在榻榻米上 经检查已无生命体征 除脖子上的刀伤 其他地方没有明显外伤 屋内没有打斗痕迹 家里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 在卧室的窗户上 警方发现了有人入侵的痕迹 不过没有提取到指纹 根据这些线索 警方推测 凶手是通过窗户翻进卧室 在对松永林子行凶后 又从卧室房门逃走 法医对受害者松永林子进行了检查 他因颈部失险而亡 身上没有发现被侵犯的痕迹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警方出动了警犬 从松永家开始 追踪凶手的逃跑路线 警犬循着七尾走出了松永家 先是在门外围着屋子转了一圈 然后来到房屋东侧的出入口 在那里的石板路上 警方果然发现了一些血迹 警犬调整方向走上了一条小路 这条小路长两百米 道路上又发现了几地散落的血迹 之后警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 在这里转了一圈 又继续往前走去 当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止步不前 为了证实凶手是逃到此处消失的 警方又重新派警犬试了几次 但得到的结果都相同 警犬最终都停留在了这个位置 接着警方从该位置展开了排查 很快他们发现血迹最后出现的地方 位于两栋住宅之间 警方将搜集到的血液样本 送去见识科检验 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DNA技术 基本都是靠验血型 经检验道路上发现的血型 全部都是B型 受害者松永林子的血型也是B型 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 无法确定屋外发现的血迹 到底属于凶手还是受害者 警方认为凶手逃窜到那个位置后 随即潜入了附近的住宅 所以警犬到了那个位置后就停了下来 也就是说凶手可能就住在那里附近 顺着该线索 警方对该位置附近的住户展开了重点排查 过程中有一名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此人名叫纳虚龙 这年25岁 血迹最后出现的地点位于他家北面 相隔不远 纳虚龙向警方表示 案发时段内他正在家中呼呼大睡 期间他被一阵草打声吵醒 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凿冰块 他感到很恼火 因为妨碍了他睡觉 于是就起身试图寻找声音来源 他发现声音好像是从邻居家发出的 然而邻居却否认了这个说法 说案发当晚家里一切正常 没有在凿冰块 也没有发出什么噪音 案发当晚 纳虚龙一个人在家 也就是说 他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明 警方认为纳虚龙十分可疑 便对他展开了详细调查 协议人纳虚龙 原本居住在东京 后搬到洪前市生活 家中有11个兄弟姐妹 他排行老二 1943年 19岁的纳虚龙从高中毕业后 在青森县担任了通信警员 但不久后该职位就被废除 他一时找不到工作 之后一直失业待在家里 在案发第二天上午 纳虚龙曾来到松永家现场 并主动向警方提供了一些 他知道的潜在嫌疑人线索 另外他还十分积极的 骑着单车 在案发地点四周寻找蛛丝马迹 对于这一行为 纳虚龙向警方表示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破案 但他表现得太积极了 反而让警方对他产生了怀疑 后来证实 他提供的嫌疑人线索 也都没有帮助 案发两周后 警方根据一些线索 找到了另一名嫌疑人 但此人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很快便被警方排除嫌疑 由于此案线索较少 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困境 于是他们再次将调查重点 放在了嫌疑人纳虚龙的身上 过了一天 一位知情人向警方报告 他表示自己看见纳虚龙 去了一位好友家做客 好友是他高中时期的同学 纳虚龙在好友家吃了晚饭 临走时还把一双白色的亚麻鞋 交给对方保管 警方得知该消息后 立刻前往知情人所说的纳虚龙好友家 经确认知情人所述属实 好友确实拿了一双白色亚麻鞋 随后他把鞋子交给了警方 警方拿到后 就把亚麻鞋交给一位名叫 松木铭的专家进行检测分析 经过两个小时的检测 专家松木铭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这双亚麻鞋上曾经存在过血迹 结论得出的当天晚上 警方就前往了纳虚龙的家中 并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其逮捕 来到他家时纳虚龙正在更换工作服 他刚好将一件开领白色衬衫脱下 接着警方在纳虚龙的家中展开了搜查 结果找到了一把没有子弹的老式手枪 他们将手枪和白衬衫作为证据带走 受害者松永林子的母亲曾告诉警方 当晚凶手是背对着他的 所以他没能看清对方样貌 然而当警方带着他去确认 纳虚龙是否就是当晚的凶手时 他当即表示纳虚龙肯定就是当晚闯入家里的人 他觉得纳虚龙右侧脸轮廓和背影与当晚出现的男子一样 就连发型也一样凌乱 纳虚龙已经被警方逮捕 受害者母亲也表示当晚看到的人就是他 那么他的行凶动机是什么呢 受害者松永林子长相出众 在当地社区享有名气 警方推测纳虚龙的作案动机 就是贪图松永林子的美色 想对他图谋不轨 于是他们对纳虚龙展开了心理评估 经过一个月的诊断 心理医生得出结论 纳虚龙可能患有性心理障碍 期间作为证物的衬衫和亚麻鞋 被送去了青森医学院进行检测 一位与松木铭专家齐名的影田医雄医学教授负责检测 他的结论是亚麻鞋上没有发现鞋迹 而衬衫上有一些浅色的痕迹 但这些痕迹只是褪色的深灰色污渍 无法证明是血迹 即便是血迹 它也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 这一结论无疑对嫌疑人纳虚龙是有利的 但警方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影田医雄医学教授 只是通过肉眼观察 因此结果不可靠 接着警方以检测结果不准为由 中断了其他还未开展的实验 他们从青森医学院 收回了衬衫和亚麻鞋两件证物 之后警方又将两件证物 送去了科学调查研究所检验 得出的结论是 在亚麻鞋上没有发现血迹 在衬衫上检测出了B型鞋 嫌疑人纳虚龙的血型为B型 受害者松永林子的血型也是B型 因此无法区分衬衫上的血迹 到底属于谁 科学调查研究所通过 ABOMN和Q血型检测法 确定这件衬衫上的血迹 属于松永林子 案发两个月后 此案在青森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纳虚龙被指控故意杀人罪 和非法持枪罪两项罪名 检方认为纳虚龙有心理障碍 被松永林子的美貌吸引 想要趁对方睡着时 对其涂抹不轨 没想到被发现 后来他就杀人灭口了 检方在出示了一系列物证后 又请上了几位证人 其中纳虚龙的好友表示 纳虚龙曾告诉他 如何不留下脚印走路 以及如何杀死一个人 一名目击者表示 案发当晚曾看见过凶手 样貌与纳虚龙十分相似 另一名证人表示 案发一年前 纳虚龙曾拥有一把西洋小刀 检方认为 那把小刀就是作案工具 对于故意杀人罪名指控 纳虚龙当庭否认 辩方表示 证物之一是纳虚龙的一件白色衬衫 但上面的痕迹变得越来越深 从第一次检测时的深灰色 后来逐渐变成了红褐色 辩方有理由怀疑 有人在伪造证据 因此请求法院委托东京大学 或清英艺术大学的专家 对衬衫进行重新检测 法院批准了这一请求 衬衫的重新检测 由东京大学医学院的 古田仲基专家负责 他是法医识别专家 曾对血型分类方法的研究 做出一些成果 古田仲基采用 ABOMNQ和E血型检测法 其中E血型检测法 是日本司法史上 第一次在司法中 使用的检测方法 通过这四种检测方法 确定了衬衫上的痕迹 为血迹 且属于受害者 松永林子 除了血迹分析 古田仲基与其他专家合作 利用概率论中的 贝耶斯定理来判定 衬衫上的血迹 与案发现场的血迹 是否属于同一人 贝耶斯定理描述 在已知一些条件的情况下 推断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 随后古田仲基得出了结论 两者的匹配概率 为98.5% 针对该结论 辩方认为 由于存在1.5%的误差 基于这误差 在6万人口的红钱市 衬衫上的血 可能是900人中的任何一人 一些数学家 对古田仲基 使用贝耶斯定理计算 匹配概率论 提出了批评 他们表示 古田仲基使用的计算公式 和步骤不够严谨 因此得出的结论 是不准确的 根据正确的计算步骤和公式 衬衫上的血迹 属于或不属于受害者的概率 各为50% 此案经过一年半的审理 青森地方法院 对此做出了宣判 被告纳虚龙 故意杀人罪名不成立 除此法官认为 检方提供的证据不充分 无法认定此案 就是纳虚龙所为 但纳虚龙因违反枪支法 被罚款5000日元 庭审结束后 检方不服判决 向仙台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案发两年后 二审在仙台高等法院 开庭审理 检方以被告纳虚龙 具有性心理障碍为由 要求法院对他 重新进行心理评估 但根据被告纳虚龙的 性格和熟人的证词 遗传史和家族史等 没有迹象显示 纳虚龙有什么心理障碍 接下来的过程 与一审时大致相同 一些证务呈堂 证人出庭作证 然而接下来 受害者松永林子的丈夫 松永腾雄 提供了新的证词 他也是一名大学医学教授 在一审时 松永腾雄表示 自己在距离被告纳虚龙 只有三米的地方 仔细地观察他 正常情况下 纳虚龙的呼吸频率 是每分钟18至20次 然而在被盘问时 他的呼吸频率 为每分钟25次至30次 显然是心理紧张引起的 东京大学医学专家 古田仲基 也对衬衫的检测结果 做了详细说明 与一审时一样 他认为衬衫上的血迹 有98.5%的可能性 属于受害者松永林子 并否认血迹是捏造的可能 至于一审时 辩方提出的900人理论 古田仲基则认为 根据他的算法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二审经过一年的审理 先台高等法院做出了宣判 被告纳虚龙 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此次定罪 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古田仲基的血迹分析报告 古田仲基也因此一战成名 之后在他写的几本书内 都介绍这项成就 庭审结束后 纳虚龙被关进了监狱 他的家人坚信他是无辜的 他们四处奔波 问朋友借钱 还变卖了祖团之物 甚至卖到了自己家的房子 获得了钱用来聘请律师 即便家人们被骚扰 排挤甚至欺凌 他们也不愿放弃 一定要为纳虚龙讨回公道 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证据 并不断提起上诉 但均因证据不足而失败 狱中的纳虚龙感到无比痛苦 他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 但却要承受莫须有的罪名 纳虚龙的父亲 曾经是一名法院书记员 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他深知此类命案的重审难度 他告诉纳虚龙 除非找出真正的罪犯 否则别无他法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由于纳虚龙在监狱服刑时表现良好 被狱方评为模范囚犯 这意味着他能获得提前假释的机会 但纳虚龙在接受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的面谈时 依旧否认自己犯罪 这让对方觉得他毫无悔改之心 纳虚龙也因此被连续拒绝了六次假释申请 纳虚龙常年在监狱服刑 身心持续遭到打击 身患疾病也未得到妥善治疗 在入狱十年后 纳虚龙最小的弟弟在一起事故中去世 病痛的折磨加上失去亲人的痛苦 让纳虚龙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他真的好想离开监狱 于是他向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 申请了第七次面谈 这次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表现出懊悔 最终他获得了假释 案发十四年后 三十九岁的纳虚龙离开了监狱重获自由 他将在监狱里攒下的十年报酬 全部用来支付拖欠的律师费 出狱后 纳虚龙失去了以前的所有好友 大家都不敢接近他 觉得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 正所谓什么都能崩 心态不能崩 纳虚龙没有气馁 他也不想离开 而是决定继续留在当地重新生活 最终他找到了一份 不用抛头露面的澡堂经理一职 还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生活 纳虚龙出狱的八年后 他的生活已经步入了正轨 这天早上 纳虚龙正在家中休息 其间有人敲门 他的母亲打开了门 只见门口站着一名男子 对方自称是一名律师 男子向纳虚龙表示 警方已经找到了 当年杀害30岁的 松永林子的真正凶手 此人名叫龙骨福松 这年41岁 案发时19岁 从小生活在红虚龙市 与纳虚龙的关系非常好 中学毕业后的他 在红虚运输区找了一份工作 深受上级信任 从基层开始一点点往上晋升 案发4年前 1945年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 红虚市为占领军设立了远征军舞厅 龙骨福松几乎每晚都沉浸在舞厅里 开始一天天堕落 后来他因多次矿工 被红虚运输区辞退 为了谋生计 龙骨福松又进入家族企业 从事缝纫机维修和销售工作 但他从没有停止去舞厅消费 之后开始对一些女子动手动脚 案发一个月后 龙骨福松因闯入护士宿舍 而被警方逮捕 在警局里 他遇见了因松永林子 而接受调查的纳虚龙 两人打了招呼 起初龙骨福松也被警方视作嫌疑人 但他只承认了涉嫌其他伤害 和入室盗窃的罪行 坚决否认与松永安有关 他的母亲和同事 也都为其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所以很快龙骨福松被排除了嫌疑 之后他没有停止犯罪 多次被关入监狱服刑 松永安发生了12年后 他再次犯案 被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并收押至监狱服刑 狱中的龙骨福松 接触到了基督教并开始兴奋 他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在他入狱的10年后 即将刑满释放 当时他的几名狱友 正在讨论几个月前发生的三岛事件 一位名叫三岛游济夫的日本作家 在呼吁自卫队修改宪法后 切负自尽 讲述此时的几名狱友 无一不称赞那位作家的男子气概 龙骨福松听闻此事后感到十分震惊 他觉得曾经的自己 做错了事不敢承认是一个孬种 他决心改变自己 他将之前犯下的罪行 向狱友们一五一十的全部坦白了出来 其中就包括了杀害松永林子的事 了解详情后 狱友们纷纷指责 因为他不仅害了松永家 还让他的朋友纳虚龙蒙受冤屈 坐了14年牢 至今别人都还以为他是杀人犯 龙骨服松对自己造的孽 感到懊悔万分 但由于是否前去认罪 因为他不确定松永林子案 是否已经到了诉讼时效 不久后 龙骨服松获释出狱 与他一同出狱的还有一名育友 对方见这般模样心生怜悯 便帮他找了一名律师 让对方将此事告诉纳虚龙和他的家人 接着龙骨服松鼓起勇气向警方自首 并交代了当年的犯罪经过 案发当晚 19岁的龙骨服松携带着刀 到了案发地点准备行窃 他以前曾来过这栋房子 为房东修理缝纫机 知道这家人挺有钱的 也知道里面的布局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栋房子 已经被房东租给了松永家 龙骨服松来到了松永家外 发现前门被锁住了 但是窗户没有上锁 于是他从窗户入内 进屋后便是卧室 他注意到了三人正在熟睡 当他看到貌美如花的松永灵子时 突然心生怠念 他伸出手抚摸对方的身体 没想到松永灵子感觉到了动静 身体挪了一下 龙骨服松害怕被对方看清样貌 一时慌张之下用刀谋害了他 之后松永灵子的母亲醒了过来 看到有人闯入家中 不由的大声尖叫起来 龙骨服松见状迅速逃离现场 中途他想把刀扔到房屋附近的一口井里 考虑到这个位置距离案发现场太近了 可能会被警方发现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将刀捞了出来扔到了厕所里 龙骨服松想要直接向纳虚龙道歉 但他的律师担心两人就这样见面 可能会被警方怀疑有什么交易行为 所以制止了这一想法 后来律师出面找到了纳虚龙 把事情都告诉了他 纳虚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一时不知所措 他没有像律师预想的那样感到愤怒 而是非常平静 纳虚龙对龙骨服松敢于认罪的行为 表示感谢 这让他感受到了悔改之心 龙骨服松去警局自首后 此时经媒体报道 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些媒体对供词持怀疑态度 龙骨服松当年的同事 也感到深深自责 他说当时自己为了不影响公司业务 所以为他提供了虚假的不在场证明 龙骨服松认罪时 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22年 这天纳虚龙向仙台高等法院 提交了再审请求 再审程序是纠正法院 以发生法律效率错误审判的 一种补救措施 但在纳虚龙提出请求的三年后 法院驳回了再审请求 称龙骨服松的证词 无法证明纳虚龙的清白 纳虚龙无器可食 只能背负这个罪名 案发26年后 1975年5月 纳虚龙再次向仙台高等法院 提出再审请求 辩方提出 效仿白鸟事件的判决 白鸟事件发生在1952年1月 当时日本警方负责调查 从事部分活动的政党 一位名叫白鸟英雄的警员玉海 此事被人们称为白鸟事件 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并指控他故意杀人罪 庭审时 法院宣判被告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宣判之后 坊间传言 警方涉嫌伪造证据诬告陷害 随后有110万人签名 请求再审 被告也向法院提出再审请求 但被法院驳回 法院虽驳回了白鸟事件的再审请求 但最终法院提出了白鸟决定 白鸟决定是指 再审制度中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在对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 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再审请求 需要辩方提供完全推翻旧证据的新证据 才能进行再审 但根据白鸟决定 只要辩方对证据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 就可以进行再审 白鸟决定提出后 为许多冤假错案提供了发案的机会 宋永安历经两年的审理 法院指出 专家宋慕明对亚麻鞋的检测结果 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这年法医对衬衫重新进行了检测 也发现检测结果与之前存在很大差异 故推断衬衫上原本没有沾染血迹 还指出心理医生没有彻底审查材料 就对纳虚龙进行了心理分析 其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受害者松永林子母亲的证词 也被认为不可靠 可能带有强烈的仇恨或偏见 在对此案的所有证据进行审查后 法院再审后做出了宣判 被告纳虚龙故意杀人罪名不成立 并给他出具了无罪证明 但此案已经过了15年的追溯期 按照当年刑事诉讼法 检方无法对龙骨服松提起刑事诉讼 因此龙骨服松没有因此案受到惩罚 纳虚龙等待这个结果已经等待了28年了 在他被宣判无罪的当天 他在自家的门前贴上了纳虚姓氏的门牌 他终于可以不再受别人的白眼 坦坦荡荡的生活了 之后他决定对国家提起诉讼 案发32年后判决结果出来了 法院否认了案件本身的诬告 表示鞋子和衬衫的检测程序 在当时是符合规范的 调查机关没有承认侵权行为 而纳虚龙只得到2300万日元的补偿金 他将这些钱用于已故父亲的坟墓修缮和偿还债务 纳虚龙的大半辈子都耗在了监狱和庭审中 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由于盟冤入狱导致他的家人长期受到别人羞辱 他们忍受着所有人的白眼 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现在纳虚龙因再审宣判无罪 通过国家赔偿诉讼赢得一些赔偿 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这之后纳虚龙开设了几次讲座 呼吁国家机关修订国家救济法和引入陪审团制度 2008年1月纳虚龙去世 享年84岁 在他的一生中有近40年的时间都为证明自己清白而奔波 如果不是凶手良心发现承认罪行 他和家人们将永远背负这个罪名